希臘小屋不設房 靚太太失明錶,好心寒 這是小磅 這是小磅 這是老公買錶的生日禮物 這隻是… 哇,購買了三十萬的 還有一批大約十四萬的鑽石 連賣對白金結婚戒指 都是放在三樓睡房衣櫃的購買 誰知被賊仔整個拿走 一個保存窗在這裡 這裡有幾個 一個有LV,一個Chanel,一個Crucci 三個 還有三萬元的現金 和百萬多元的首飾飾品 亦都被人偷賣 通常就沒有了五十五萬的財物 這麼大損失,佳因前文七點多 他和十九歲的兒子去了買外賣 都沒有一個小時 回來就看到地下的窗打開了 這個位置 我撐在這裡 他們住在元朗洪田村十九年 年紀之前,折張簡寸屋 裝修成一間希臘小屋 對出空地就一萬呎 這麼漂亮、這麼特別的家 竟然不設房 附近有沒有CCP 有沒有人會做這些動作 經過今次被爆洩 那些賊人自出自入 那麼狼死 林太太想起都心寒 講到明一定要加裝放到 免得再被賊仔光顧 那